接下來講刷弦的動作 它同時結合了揮動手臂跟轉動手腕兩個部分 為的是要在 當你的指甲畫過吉他弦的時候 可以得到最快的速度 我補充一下 我剛說的是用指甲刷弦 其實也可以用Pick刷弦 重點都在於 畫過你的吉他弦的時候 盡可能的讓 力道輕一點 讓速度快一點 所以當我揮動手臂在靠近吉他弦的時候 同時轉動手腕 可以讓我的手 畫過吉他弦的時候速度加到最快 如果我的動作 我只有揮動手臂的話 你看這個速度 你大致上會聽到 六條弦是連在一起的 但如果同樣的揮動速度我再加上手腕的轉動 我聲音聽起來就比較脆了 因為這六條弦 被我畫到的時間 幾乎是重疊的 往上刷的時候也是一樣 由下往上的時候同時帶動你的手腕 讓你畫過吉他弦的時候速度達到最大 但是整體這個 揮動手臂跟轉動手腕的動作 看起來會有一點像是洗手的時候你手上有水要把水甩掉這種感覺 你會注意到我的手腕其實很軟 並沒有用力並不是像這樣 感覺有點僵硬 而是比較軟 有一點甩動的感覺 你的屁股或你的指甲 它的軌跡是一個弧線 所以不需要特別去 要求你在 畫過你的吉他弦的時候是以一條直線 的方式去畫過吉他弦 現在從這個角度來看看刷弦的動作 我先看這是手臂的揮動 但是我現在手腕是沒有轉動的 如果加上手腕的轉動 揮動加上轉動 然後畫過吉他弦 先把動作做慢一點 在速度慢的時候 這六條弦是連續的 但聲音並不是同時發聲 速度夠快的時候 慢慢會變成同時發聲的感覺 所以練習的時候先從慢的速度開始 慢慢會變成同時 慢慢放輕鬆 不要刻意加快 光是自然的甩動 速度就蠻快的 現在我從上方的角度來看 這個刷弦的動作 這是我揮動手臂的時候 但是我沒有帶動手腕 如果再加上這個手腕轉動 揮動手臂的同時 轉動手腕 然後畫過吉他弦 上來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我用的是拇指的指甲側面 近距離看一下 我用的是這個位置 帶動手腕的轉動 拇指的指甲側面 但拇指這個關節不要 太僵硬 放得輕鬆柔軟一點 接下來討論歌曲的速度 跟你揮動手臂的幅度 在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盡可能的 讓你揮動手臂的幅度大一點 舉個例子說明 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如果你的揮動幅度比較小 像是這樣 1-E-N-R 2-E-N-R 這個速度 劃在吉他弦上面的時候 聽起來是這樣 1-E-N-R 由於幅度比較小 劃過吉他弦的 這個區塊的速度 自然就比較慢 但是 一樣的歌曲速度 1-E-N-R 如果我的幅度大一點 相對的 劃過吉他弦的時候的速度就會快很多 1-E-N-R 1-E-N-R 聲音會比較脆一點 會比較好 所以在歌曲慢的時候 其實建議把手臂揮動的幅度大一點 當然你需要多練習一點 因為 手臂揮動的幅度大的時候 有的時候不太容易 有穩定的刷弦的聲音表現 至於歌曲的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難免 因為你速度很快 手臂還要揮動的很大的話 會比較困難 所以你手臂揮動的幅度會適度的縮小 遇到很快的歌的時候 甚至動作會小到 接近只有手腕的轉動 手臂揮動的幅度會小很多 現在近距離看 如果小幅度的刷弦的時候 再往上刷弦的動作 再往上刷弦的動作 再來是往上刷弦的動作 注意看 我一樣用手腕的轉動 然後登上來的時候 是用拇指的側面 去帶到吉他弦 拇指的這個大關節 放輕鬆 剛剛軟軟的 所以上來的時候是這樣子 關節軟軟的這樣上來 帶上一點轉動 放遠距離再看一次 往上刷這個動作 從正上方的角度看會更清楚 動作如果小一點 你會發現手腕轉動的幅度比較多 近距離看的話是這樣 往下刷是用食指的指甲刷到的 往上 這是拇指的側面 下 上 下 上 用一個C和弦 來做示範 再來我們要講到高音跟低音 在一些譜上面的刷弦記號會有 特別指示你要刷到 123弦 或者是 456弦 甚至是 第1弦到第6弦當中的 任意的2根或3根弦 這樣子的指示我認為只是一個建議 用意是 希望你能夠呈現出低音跟高音的分別 我現在以C和弦來舉例 當我按了一個C和弦 我想要呈現這個和弦的低音的部分的時候 我盡可能的刷在比較靠低音的位置 也許我會刷到56弦 也許我會刷到第3弦 不一定 但是盡可能的避免彈到太高音的弦 因為第1弦第2弦或第3弦 這些高音的弦相對於低音的弦來說 聽覺上會覺得這些高音弦比較突出 如果我把6條弦都刷了 你會感覺到高音的弦比較明顯 像是這樣 如果我只刷高音的弦 只刷低音的弦 這三者你會發現 只刷高音弦 跟6條弦盡量都刷到 聽起來非常的接近 也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到高音弦的聲音比較容易被聽到 所以如果你想要讓你的吉他聲音有高低音的落差的話 重點在於 怎麼樣把低音的弦控制好 這時候我會建議 在彈的時候 你手腕的轉動多一點點 讓你的這個弧度 指尖或者是說拿著Pick的弧度 比較 接近一個C型 而不是一個平緩的弧線 用那一個 比較C的那個弧線 那個軌跡 去彈你的 低音弦 這時候比較容易 只命中低音弦 而可以避免彈到高音弦 聽起來會像是這樣 你會注意到我的手腕 是小幅度的轉動 那相對的 如果你要彈到高音弦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手 往下移 一樣用轉動的方式 或者是 像剛剛前面講的甩動 用一個比較平緩的弧線 去彈到6條弦 或者是 只彈到高音部分的弦 這樣子試試看 一次低音一次高音 你聽聽看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看 現在來看低音弦的刷弦方式 我用食指的指甲 刷在低音弦的時候 手是以這樣子小幅度轉動的感覺 所以 我的食指的指尖 轉動的軌跡 比較圓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 大幅度 比較 平緩的弧線 我要的是這種 小幅度轉動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 命中 小範圍的弦 例如說我要彈 四五六弦這些比較低音的位置的時候 這樣比較容易彈到 當我要彈這些比較高音的部分的弦的時候 就可以用比較大幅度的動作 因為即使彈到低音的弦 我們在聽覺上還是會覺得高音的弦比較明顯 現在用C和弦來舉例 只彈低音的時候 只彈高音的時候 低音到高音都彈的話 可以用來刷弦的弦法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比較柔和的刷弦方式 用拇指來刷 而且不太用指甲 這種刷弦要的是一種比較柔和的聲音 所以速度不用追求的很快 讓六條弦可以 連在一起發聲就可以了 那至於這種刷弦在往上刷的時候 並量避免帶到指甲 是用拇指側面的 的肉 如果想要在 刷弦的時候 手指劃過弦有更快的速度 除了 手臂的揮動跟手腕的轉動之外 也可以帶動到一點點 手指這個 彈射的動作 帶入這個彈射的動作會蠻快的 我是用拇指 有人可能會用中指 或者是 這三隻手指頭 常見的一個錯誤是 手並不是很自然的加速 而是放在第六弦上面 已經在這裡準備了 才開始往下刷 這樣的動作會怪怪的 不太自然 練習刷弦的一開始 很有可能你會刷不到吉他弦 但重點是動作先做到 再依照這種手感 去慢慢的接近你的吉他弦 好像我現在一點一點的靠近吉他弦 這樣就刷到了 現在示範怎麼拿Pick 讓你的食指適度的彎曲 然後Pick 放在你的食指的側面 這個第一個指節彎曲的地方 拇指輕輕的放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整個動作非常的輕鬆 請各位從各個不同的角度看看 在刷弦的時候 一樣是用手臂揮動帶動手腕的轉動 往上刷也是一樣 手腕要轉動 距離放遠一點看是這樣 我比較習慣用手指刷 我比較習慣用手指刷 其實你會發現不管使用Pick 或者是用手指 手腕跟手臂的動作是一樣的 今天刷弦的課先講到這邊 後續會有一些跟刷弦的節奏練習 相關的課程 音樂